天纪这边是140 这边是130 这边小龙好像载具 听到了车声 自己找机会是移习放位 然后车上 这个16的308 是将一个打掉 匆匆侧翼将布丁放倒 哇 这一波正面的话 天路是没能顶住 被Jungo是一波打了一个一川四 这也不是很高 对 这要说一句特别理中科的话 就不是GP要有多强 只是肩体稍微有点摆 太拉了 有点拉了 摆了两天了已经 而这个Makzorah去做核心点的话 你慢推 其实这种推进能力是很强的 你就是要扎点 那是真没办法 GX埋电位置拉开了 最好看到了转移过来的KDF 好打D 就是放到了阿卡德 打了个 GX在PGCP其实表现真的还可以 打得非常不错 下面AND跟眼里先遭遇 AND是放倒的眼里侧翼SR补枪 现在Savior高点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 ADF正面只有两个人 后点的两个 有错了人 MG和FM距离还是比较近的 MG后了马路 其实现在目前对于下山来说其实有点难啊 你先看这一侧电北大舱USB跟FM的车队还是 分的比较开 小路还在后点 我先一个人前点我先打掉一个 所以过点被被放放倒 还没有点的特别清楚 USB的位置FM的位置 USB还是知道的 FM的位置是进攻方 电力扔雷 这一侧本子锁定了 继续挣个火 往这个小木屋那个放下 扔进去了 把人逼出 而另一边误算的信息是 马路直接撞击巨服的防御 巨服还没有完全 四人在红砖楼进行会合 正面只有小五一个人在防守 这边是压榨 震宝弹拉出来找人 打得很果断 地方还没有反应过来 这一波巨服是成功接下了马路的车队 还是损失有点惨 哎呦 小鹿这边被美咖发现 就是USB可以直接当架子 但FM想要进攻的话 破点什么的还剩为被抓太美 电北没有那么好打进攻的 因为他的大仓和烂尾楼之间的 这个行击距离还是比较远的 中间一大片的平原 但是后点小 小海的架枪是将King给打倒了 这个小黄去后面看 龙东拳怎么操作 没有进攻性投射物 不得有人啊 好红啊 你好快啊这一波龙东拳 这个XIVA和KORN之间的沟通 还出了点问题 XIVA好还是会觉得 KORN出来会帮他补枪 然后直接 一波 我真是这一波 原点是被 是阿斯莱夫特的出手 对 我为什么没反应过来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语言沟通的问题 一个韩语一个日语 完全没有动药去救KORN的这个意思 是 就只有他了 就过点打残啊 差一点点位置锁定了 还有投注没有 没有伤害性道具了 来了 哎呀 险 我绕的还可以 但是队友也没了 那3天就提前把3给排掉了 雷龙这个位置 稍微配合一下队友 对 果然还是在地狱之门这一侧 因为有排山这个 好背身 第二个 有啊 黄铭这一波说是联系放的 TBL两人的站一来的话 只剩天堂哥一个人在 TBL当中 作用完全不大 只能被迫卸胎 这波 现在GBL知道大事不妙 看他怎么选 已经发现了 Heaven的动 动向 这个时候 F3去选择私人抱团 老橘出手了 Heaven也是知道今天有人 他要找机会了 老橘看到了没有没有 看到他动车 偷人的时间 哦这个转移车辆 Innox是将V7的人放挡了一个 哎他不会觉得Heaven是Perole的人 哈哈 如果这样的话 他背身有可能要被偷的 哦 其实那边派了这个 小沃利贝尔一直在观察这个 防防处理的情况 V7的位置也太尴尬了 整体罗团脑脑这一车 两次满面都有GX和天霸 同时在互相加击V7的分数 Perole又陷入了只有一辆车的困境 车技和路线选择是个考验 哦就是这个 哎就是这个情况 对 那应该就是 觉得Heaven是Perole 因为Perole当时开车走了嘛 嗯 F2也是从大桑拉过来 两支队伍要在这个反驳 短逼相接 四打三 高打击是 虽然说有人性优势 但是 好像小鬼这波一波发力 连续放到两人 李格斯特转起来了 是的 本身其实高打击的时候 其实F2还算有一定的优势 虽然说只是损失一个枪位啊 但是小鬼在这一波战斗当中 表现得太出色了 然后给Yen再救 前面反过还是比较多 可以可以 但是要注意现在目前打了 古阶段这个时候 你要么就是选择一边去all in 这个时候你还想 分边拉出去二打四 这也太难了 错误了自己的实力啊 结果也是被 顶了脸了 一期最后一人也是被小唐给带走 天霸在城内观察这个点 观察很久了 知道自己是一波强点 吃到了原点KDF的枪线 以及DANOWA的一步反制 导致现在目前时期只剩两人 而且时期说被原点枪线架的 还是有点难受的 是的啊 主持人想看着拉位置 但是这个位置也是被锁定了 旁边还有GX枪线 GX不过位了 直接从南部拉了过来 想接两波的架 两边的架 所以刚才那边倒人还是出现点隐患 就他们丢失了在扶人的那个期间 最好的 台湾现在目前只有三个人 但是后点的枪线 是给了马云龙很大的压力 选择三人爆团推进 但是彻翼明明出枪 是连续放倒了Pero两个人 过点有点难过 还有吗 AZ补枪明明放倒了 这下换椅 是的 就是经济 哦Pero这边 确实 还有个马云龙在后面 就是少一杆枪位 这个是没法的 就不知道天霸知不知道了 哇天霸这个好惨 这个车 这个就是一个轮胎 他独轮车 这个车是真的太太高了 先把这个速度堪比老奶奶过马路 一拳一拳 前面这个坡 到了这个坡就是胜利 就是个司机有啥用啊 这只剩一字了 是的 林树那个位置就是时间位 还没摸位 好干 哎呀 不用转移还是有点厉害的 是的 家门口的圈 啊 你凑凑把谁都可以吧 你现在就看这个圈形 这个圈 坚基不在圈 他怎么打 他也不知道 我感觉他也不知道 现在挺挺迷茫的 如果说我是上 就是从上帝视角上来看哈 坚基在本身家门口是知道巨幅 是在这个 红战狼打过一波下的 你这个圈形不可能说坚基绕个大 这个也不是也不是没可能 何况啊 小五的状态还不错 这个 然后我个人是拿到了四个 今天起跑稳 他这一波是 选择先不攻主楼 踩了这种废墟楼 先把南边的分数给 刮分掉 先拿分 对 他现在量你巨幅得空 再回头看一眼巨幅这个红战狼 这把看Pero能不能收获高分 甚至是要看后面两个圈 然后这把是非常需要圈形的 嗯 来了 南边没什么威胁之后 先机选择去主动进攻 巨幅 一楼的位置小羊架出了破点 再 再一个遮阳闪 全部扔到一场 既然这种物质是真的挺丰富的 先打了个小羊 自己被闪拉回来 还是最后一个小五弟弟在二楼的一个位置 拿火去封 烧到了 两个人踩了火 看到了 小五 小五 没补掉 没火了没火了 这波没有进攻性投资 接近现在要在救人 如果场景的话 这波小五就已经难扛了 嗨 露风了 怕Pero还有人在架着 怎么没办 是的 从分数上来看Pero现在目前已经是反超了天路 来到第一位 是的 刘马强架一下GX 刘马强马强能不能架到吗 先把TDM已经解决了 但是圆点 尖机已经腾出手了 将自己的枪线展开 圆把是 把 知道现在正面只有小左一个人 刚刚把这就下再给一个 又是一波风上 这个就没有办法了 对吧 尖机的机会越来越大 Elonix在尼克雷 将小左的分数给补掉 4打2打1 这一把鸡对于尖机来说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他们 已经有多少把当初是没有吃过鸡了 这把很关键 就是在于你放倒之后你不好补 就看GX有没有补伤角度了 这个位置操作的难度是太高了 单凡有一个石头可能还能打打 尖机还是打得非常不错 去看正面了 这边正男 又是软把 软把的正面真的是太低 四冲一 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恭喜经济 在今天第四场当中是 足够支持三个挑战 咱们走一圈